各位加州樂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Kevin 那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台全新的2017年的Mercedes賓士的GLS450 那各位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GLS這個車呢 待會兒解釋給大家 是的那相信各位觀眾朋友很期待的這個2017年的GLS呢 它有兩個最大的改變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內裝沿用了2015年C系列以後呢 他們的家族系列方向盤儀表板以及中控台所有的配置 再加上這個有點類似像滑鼠跟那個iPad的這個轉換的這些控制鈕 就是第一個最大的改變 第二個最大的改變呢現在全設器的2017年的GLS 配備的都是9速的手自拍 那還有加上上面的換檔撥片 那之前的是7速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的重點是在前面的那個保桿呢 從A柱以前保桿引擎蓋賓士的設計師呢做了一點小小的改變 那其實車體大小寬度軸距以及後面所有的燈距呢 那其實是跟2016年的GL是一樣的 最大的改變就是這個中控方向盤以及這個中間的這個儀表板 那我們可以提到一點就是說呢 其實他們Mercedes的這個中控呢其實並沒有觸碰式螢幕的 所以你所有的控制一定要從剛剛我們這邊來 這個類似像滑鼠的這個command center來這邊做調整 以及所有的按鍵全部集中在中間 其實這樣做法也很好就是說 駕駛者不會分心你在這邊做調整的時候 你的手在這邊做的時候 另外一隻手還是可以做安全的一些抄架的動作 那這邊所有的中控呢 其實跟Mercedes家族的所有的那個 恆溫空調的設計都是一模一樣 加上中間這個電話的玻鈕以及所有的電熱儀 Traction Control Off 這個都是家族的設計 這個大型豪華SUV呢 後座乘客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買家的考量 那我們剛剛前座調整到我所駕駛的一個 駕駛的姿勢 後座真的是超過一個拳頭超過一個拳頭 這個西部空間 肩部空間 頭部空間 這真的是都 以華人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舒適非常寬敞的一個座位的設計 那再加上呢 這個很巧妙的這個頭枕呢 可以拿下來就坐向很平整 那如果到時候 後箱需要有在一些大型的物品的時候呢 輕輕的旁邊這邊拉桿一拉下來之後 它平整度其實還是很好到 那這種車級距的第三排座椅其實並非它的強調重點啊 但是以短程來說的話呢 成人坐在第三排座椅的情況之下 其實還是不要說舒服 但是可以是說是可以輕輕鬆鬆的進出 然後可以短程之內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第二排在舒服的情況之下 第三排我是一個177的神高 前面我剛好膝蓋頂到後面第二排座椅的這個背板 然後頭部空間其實是OK的 那當然坐起來就不是像第二排或是前座這樣的舒服 第三排座椅倒下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個行李箱後面杖板呢 其實是可以抽出來 往前移到前面有兩個鎖扣 把它扣進去之後 這一個可以all away拉到後面這邊把它扣住 那以第三排倒下的情況呢 其實游刃有餘啦 這個1234 我看四個大行李箱都絕對不會有問題在一起 還有其他一些小工錢可以放其他的東西 那觀眾朋友很好奇的一點 我們座椅是怎麼倒下的呢 GLS耶 拜託當然是電動的好不好 來在我們這邊呢 有兩個小小的電動的這一個按鈕 輕輕的往上一拉 左邊右邊寫的清清楚楚的 現在右邊上來了 我們再按左邊 左邊也上來了 那要下去的時候也是一樣輕輕的往下一按 Power everything 你現在把它按住 車門不僅打開了呢 而且車窗全部打開 打到一個夏天的時候很好的通風效果 這部今天這部車是GLS450 那它是3000CC6缸TWIN TURBO的引擎 那它還有其他 550是8缸的TWIN TURBO 那它們還會有一個柴油引擎 是3000CC的柴油也是TURBO的引擎 那這個剛好是350D、450跟550三種引擎的選擇 這個唯一的變速箱就是九速的手自排 平常在設計這一個中控台的時候 它有多種語言 它也支持中文繁體、中文簡體 那我相信其他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也都有 那在唯一比較可惜一點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車主使用手冊 要找尋一些資料的時候 你點進去呢 它其實會告訴你說它是不支援中文版的 所以就把這個地點帶給大家之後呢 其實點進去看你還是要以英文的方式來顯示這樣 這是唯一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們在最短的時間為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個車開起來的感受是如何 Gio S450跟之前GL450一樣 它是搭載的3000CC6缸 但是有渦輪的增壓引擎 那以這種兩噸半以上噸位的車子來說呢 你說它有強烈的貼背感嗎 這是騙人的 但是如果你油門煞車掌控的好的話 其實這個車非常的順暢 其實加速也很快了 根據他們表示呢 0到60日里 0到將近100公里的情況之下是可以 7.5秒就可以到達 那以兩噸半的車各位朋友 這個車的馬力有將近到350匹 那它扭力有超過370 那以這種車的噸位情況之下 再加上如果你車上有坐滿滿的人的情況之下 這個車真的是遊刃有餘只能用這麼說 但是你說用暴力的話其實 或許大家往更上一層的550或是AMG163的這個引擎呢 或許就會有更好的一些貼背感 關心的其中一點就是它操控的一個感受呢 全新的2017年的GLS呢 它原廠很有誠意的把這一個多功能的一個路況的轉換呢 很巧妙的把它整合在中控台上面 那它有很多版本 比如說它有Individual你可以自己設定個人的喜好 有Sports版就是操控起來所有的回饋比較Sporty一點 那再加上其他的各種青越野這個車其實 我相信各位朋友不會帶去青越野 但是如果萬一真的有需要的情況之下呢 青越野這個車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這是原廠在GLS上面最大的誠意 就把它放在這邊上面 那我們現在為大家看一下三位成人 哇其實還不錯耶 對不起喔 剛說沒有貼背感其實也是有一點的 三位成人加起來 再加上這個車兩噸半以上的車重 遊刃有餘真的是遊刃有餘 方向盤輔助非常適中 然後其實應該說以親手來講 畢竟我們是在這個LOPO的 限速比較低的情況是下開嘛 哇這開起來一點不像兩噸半的車 駕駛起來非常輕鬆 各位觀眾帶來這個全新2017年GLS450這個車 開起來感受真的很舒服 然後該有力的時候有力 該順暢的時候可以順暢 那以這一台 particular這台車呢 8萬1的窗口架 其實以Mercedes來講呢 這個車的價位其實非常competitive 第一點是在同級車上面 他們幾乎只有一輛車 目前只有一輛車就是奧迪的Q7在做競爭 那當然以後還有馬斯拉利跟Bentley的高級車會出來 那當然那個是又更高一個級距 那以這一種Entry Luxury來講呢 這個是幾乎五人能低8萬1的車 LED頭燈這麼強的引擎 配上全新的九速自排 三排座椅的機能空間性 那幾乎所有東西都是電動的配備 這個華人首選擇呢 是大家庭的話 五個人四到五個人的大家庭 一台車所有事情搞定 去Soccer PlaySoccer PlayAnyGame Sports 要去Grocery Shopping去IKEA買個小東西 一台車完全搞定